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顾 两者皆可抛 我是一位灯塔的臣民 我们臣民的官方名字 都是用数字记录的 就比如说我吧 我小时候的ID是4399 后来听说怕被告抄袭 就给我换成了2233 据说再长大一点 就会变成6969 然后去执行那艰巨的反眼任务 但是我自己呢 比较喜欢称自己为终结者 因为从我小时候起 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聊天终结者 可是我从上面掉下来也没事啊 厉害厉害 但是你过几天 就要死了呀 我的偶像是马克队长 我也想成为一名 对灯塔有贡献的人 我还想成为一名喝牛奶不擦嘴的人 我更想成为一名每天清晨都可以装 X的人成为猎草者的一员 那才是我想拥有的热血生活呀 迟程在沙场上 好龟头们的脏辫 炸 雇人类的地盘 雇 我在 努力学习 因为我知道 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可以不断地进步 于是我们自发组建了学习小组 每天定点 定时地学习 时而学习 锻炼身体 时而研究科学定理 最近有个小朋友跟我说呢 他感觉自己非常穷 非常穷 非常穷 周围的人都很富 偶尔还钻研一下 古代文艺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在这里 果然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句 古人类很爱说的词 哔哩哔哩 干杯 幸好 我这好学的品质 被大主教发现了 大主教 很快就给我见识了 更加高端的玩法 日光纹身 吞牛肉 大主教说了 这些都属于文艺的范畴 需要艺术来讨演情操 只要情操到位了 只要意境OK了 哪怕是钢筋手 也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 我深深的 被这种艺术手法震撼住了 那是一种深入灵魂的震撼 因此 我为了致敬我的偶像 我要为马克队长 点播一首歌曲 命令就是命令 猎皇者要做的 就是服从 我就要去亲自大地 就在亲王 姐姐 姐姐 3 o 我 想 Wij 解开 si 你 我 船 什么